GF RT 殘唇的一些彩妝和拿中的毛孔 產生接下來一些痘痘的問題 本身就一些敏感肌的患者 沒有卸乾淨的一個彩妝 長期殘唇在臉上 反覆的刺激 引起下游的一個發炎 市面上的一個卸妝產品 包括有卸妝水、卸妝乳、卸妝油、卸妝霜 攜帶式的一個卸妝棉 是非常多可以選擇 卸妝水最大的好處 只要拿起一個化妝棉 以及卸妝水 然後再倒上去之後清潔全臉 邊清潔的同學可以邊check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清潔乾淨 卸妝乳跟卸妝霜、卸妝油的部分 則是需要靠這個乳化的完全 用到全臉之後再清潔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我們這個沒有乳化的很完全 就直接擦拭上去臉上 那洗掉之後 沒有洗淨可能會有 不自覺會有一些殘存的一些彩妝在上面 有沒有卸乾淨 最主要是用卸妝水 可以去再加上化妝棉 那沾上去之後擦拭全臉 那擦的時候呢 可以看一下化妝棉上面 是否有一個殘餘的彩妝 卸完的時候 其實你用卸妝水再擦拭上去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變色了 就是已經是化妝棉的顏色 那代表說是現在沒有多餘的一些 臉上沒有多餘的彩妝 或一些防曬 或一些其他的 不必要的一些成分在上面 卸完的時候 使用完卸妝水 是感受是很舒服的 是有保濕的一個狀態 那才能比較 對這個皮膚比較健康